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老法師說 一戀乘生起火燒功德靈 經常常講說火燒功德靈 陳慧之火若一發脾氣功德就沒有了 功德修基相當不容易 如果你想你的功德修基有多少 想想你什麼時候幾時動過陳慧心 一戀乘兴起百萬帳門開也有講火燒功德靈 念佛人老上說你一生都修行 你平常都在修行都在努力念佛 如果在臨命中的時候發脾氣那就完了 這就是說明為什麼臨終時候佛法教我們 八個小時之內不要去碰他 他雖然斷氣了八個小時之內神是沒有離開 你去觸碰他怕他發脾氣 有些人有病苦啊 他病苦往生的了 這個時候你一去觸碰他 他會升起痛苦的這個念頭以後 起得誠心了 這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這個時候發脾氣 絲毫功德都沒有了 所以功德很難修 福德不會輸掉 功德隨時可以輸掉 那我們就擠上次我們講過的公案 一生廣修功德福報為何墮落 墮為蛇身呢 這個就是佛典故事裡面 非常有名的阿吉達國王 以前有一位沙門 他往那個村落裡面要去脫波行起 要去啟食 他經過一處草蟲的地方 突然間聽到有一聲音 和尚慈悲 這四個字 和尚慈悲 這位沙門就停止腳步 左右觀看 左右尋釋 這個聲音從哪裡來的 和尚慈悲 明明是有人講話的聲音 左右尋釋 找尋這個聲音從哪裡來 我也見有人 看不到人 聖偉經理就覺得很奇怪 很驚訝 正當事實 有一大蛇從草叢中擠捨一言 請勿恐怖 懇求和尚慈悲 為我說法仰葬法律 令我託此罪身 蛇有言 和尚述文阿吉達王佛 答也文蛇言 往日之阿吉達王 至今我生事也 沙門文此言後 破解怪誕 乃對蛇也阿吉達王 再生死 照佛塔士 布施共養 累積種種功德 你應上升天氣 以何應連來而蛇言 我當靈命終始 逝者不勝 將主民之善 度我面上 我當時一戀成慧 故受此所生 這是講阿吉達王 為什麼 度所生的由來 他起了誠恨心 我們就誠心度第一 那一次度出生 他這個誠心度大蛇生 我們要解釋這一段 正在這個時候 有一條大蛇突然間從草叢窿出來 這個沙門還是很有定功的 他沒有被大蛇嚇到 那個大蛇就抬起頭來 寄手語言 還會說人話 這什麼 他的福報 阿吉達王過去父子三寶 還是有佛力加持 這決定有天神加持 有富法隆天加持 不然蛇怎麼會說人話 這佛力加持 三寶加持 這幾首語言 就說話開口說話 請惡恐怖 請和尚你不要生恐怖心 恳求和尚慈悲 為我開示說法 仰葬法律 我仰葬這個 聽法的功德力 心開意見 令我托此罪 讓我脫離這個 罪業的 畜生生 大蛇生 蛇又言 這條大蛇又說法了 和尚誓聞阿吉達王佛 和尚請問一下 你沒有聽過阿吉達王這個人呢 達也聞 這個沙門就是 我聽過啊 蛇言 往日之阿吉達王 既我生是爺 以前那個阿吉達國王就是我啦 我現在變成這條大蛇啦 既經我生是爺啊 沙門文是言後 這個沙門聽完蛇講這句話以後 就覺得很奇怪 很怪蛋啊 破解怪蛋啊 我們現在講這樣很荒謬啊 那不可思議啊 怎麼會這樣 國王變成大蛇呢 他還是三寶弟子呢 來對蛇也 就對對這條蛇說話啦 阿吉達王再生死 再世的時候 他造佛塔式啊 他有建造佛的塔式啊 布施共養 他布施共養三寶啊 累積的種種功德啊 照理講他應該要生到天道去啊 禮應喪生天去啊 天去就天道啊 以後陰臉哪兒啊 這什麼陰臉怎麼墮落成大蛇 這畜生生呢 蛇也 這大蛇就說了 我當禮命中使 我要禮命中的時候 四者不小心啊 不慎啊 以前房地旁邊都有兩位四者 搖扇子啊 以前沒有冷氣啊 沒有電風扇啊 那就用扇子搖 搖扇子 足引 阿吉達王 他禮命中說 要死掉斷氣的時候 那蒼蠅會飛過來啊 蚊蚊蚊蚊蚊子要飛過來 尤其是蒼蠅 一定會飛過來的 試著搖扇子 要把這個蒼蠅趕走啊 將足引之扇 結果不小心啊 沒有把扇子抓好 掉到這個阿吉達王身上去啊 鬥我面上 打到阿吉達王的面上啊 我當時一練成會 我就生氣了 因為他要斷氣沒斷氣的時候 我當時一練成會 顧受受受受受受 所以我就墮落到出生道去啦 我就墮落成為蟒蛇 墮落成為大蛇之身啊 沙門文言 知其如是隨即為之說法 並加懺悔 蛇一心要聞法後 絕死七日 睡即命中升天 即後述入此法善否 眾生怪之 聞空中也 我乃過去阿吉達王 因猛和尚說法懺悔 阿吉達王 這跟梁武帝的夫人西夫人一樣啊 這個阿吉達王跟梁武帝啊 的夫人西夫人 這個西也有練刺跟西 那是這個地方練西夫人 這被超渡到地道裡很像 這個沙門聽完以後 就知道他墮落出生道的原因了 隨即地為這條大蛇說法 所以聽經文法很重要 他才能清開意見 放下懲恨心 了解本覺本有 無明本無 所以他又 帶他懺悔 並加以懺悔 這條大蛇一聽 藥聞法後 聽聞佛法以後 自信信藥 好藥自信就生出來了 他就自己絕死七天 那條蛇絕死七天 睡即命中升天 後來他到天上當天了以後 他就慈發來共佛 散發共佛 眾生人覺得很奇怪 就聽到空中有說話了 我乃過去阿琪達王 因猛和尚慈悲說法 懺悔葬佛慈力 我已經可以升到天上來了 所以今天特別的 奉發散佛以來報佛恩 所以這個地方 看到阿琪達王這個故事 我們知道這裡講的 文棒歐怒 雖巧心力 便如春禪作茧 至其殘免怒不為無意 且有害也 這個且有害也 最怕靈命中說就是這樣 懲心起來了 那就倒落到出生道去 所以懲屬屬於三獨之一 因為他能夠燒掉行者的功德法財 故佑敏 所以稱我們稱叫稱火 佑敏之一為稱火 所謂稱是心中火能燒功德靈 這個佛在儀教經裡面說 節功德賊 無夠懲慧 聖禮蒙火 常當皇父 無令得入 蒙火能燒世間珠珍寶 稱心蒙火能燒七聖財 七聖財就是信財 借財 文財 舍財 禪財 潰財 還有會財 又叫定會財 這是七聖財 七種功德法財 余教經裡面說 節功德賊 會搶節我們的功德法財的盜賊 沒有比這個懲慧性更重要的 這個陳慧心就會節奪你的功德法財 他的傷害超過蒙火 聖禮蒙火 比蒙火還厲害 常當皇父 應該要努力防護其懲恨心 不要讓陳慧心無令得入 不要讓這陳慧心現行 蒙火能燒世間珠珍寶 蒙火可以把世間的精靈珠寶燒掉 陳慧心 陳慧心的蒙火可以燒掉你的七聖財 這叫做稱世心中火 能燒功德靈 所以修使佛法者 激連累夜 含心如苦 寒心如苦 我們寒佛這麼辛苦 要幹什麼 就成就功德法財 要廣眾功德 好不容易 積極的一點法財 如萬利不勝 這陳慧心起 則前功盡器 枉慧心機 假使偶然遇到人事的利益 人家故意忤逆你 當以忍辱自知 應該以忍辱來調伏自己 陳慧智慧不起 自然而然陳慧心就不會生起來了 法法經裡面也有說 又見佛子住忍入立 曾善慢忍惡罵垂打 皆兮能忍以求佛道 法法經說佛子 佛子是什麼 想要成佛的三保弟子 安住在忍住立上 有一些曾善慢的人 他就過來 自然慢的人過來 就惡罵你 責罵你 垂打你 他就是要成就你的忍辱 我們要能夠忍辱 以成就佛道 所以勇家大師鄭道郭裡面說 他整段經文是這樣 勇家大師鄭道郭說 我師得見南登佛 多少稱為忍入仙 就是剛剛講忍入仙人 幾回生幾回死 生死悠悠無定子 忍入成就你的功德法載 你就可以出三界了生死 學佛陀 你不能夠忍入 你就是在六道裡面輪回 幾回生幾回死 投出投墨 生死悠悠無定子 在生死六道輪回裡面沒有止盡 不能夠停止 就生死悠悠無定子 所以這個地方引用正道郭裡面說 我是得見南登佛 為什麼釋迦摩尼會見到南登佛呢 因為他多生累積 曾經當過忍入仙人 就是我多姊成為忍入仙人 在因地的時候忍入仙人 成就忍入 所以他才能見到南登佛 我是得見南登佛 南登佛才給他塑祭 來自當得稱佛號釋迦摩尼佛 所以啊 尤其忍在靈命中的時候 四大分散 重苦堅迫 事實心戀特強 最好他人為其戀佛 引發起善戀 命中得生善處 但千萬搬動不得 以免其心起稱戀而都歐去 至於洗衣更衣等事 皆是其周身暖氣消盡後 再為辦理 如詩僵硬 可用溫熱毛巾過於骨結處 所瞬息軟化 眼看現在病重者 往往被其家人送入醫院 事將命中時 而醫生猶在為其檢療 不幸一喜烏夫 願方立即送至太平間 如此意其亡者上生善處 尋為愛然如願 這段就是靈命中的時候 特別重要的 人在靈命中的時候 他四大要分散 四大要分離 重苦交間 重苦逼迫 重苦堅迫 就是重苦交間 這個時候心戀特強 就是他的心戀很重要 他最後的那一念心 李炳朗基督說 那一念心如果念佛 就往生極德世界了 那一念心如果像阿祁達王一樣 起得誠心 脫出生身 脫落大手之身 那一念心如果起得貪心 那就惡鬼道去了 所以事死心戀特強 那個時候那個念頭很重要 最好這個時候 旁邊的劍鼠跟連流 帶他念佛 最好他能為其念佛 大家幫他祝念 所以為什麼要祝念八小時 十六小時 二十四小時 就是這個道理 最好他能為其祝念 念佛 引發他的善戀生起來 引發起善戀 就要把他的善戀 善種子先帶出來 念佛的種子帶出來 引發起善戀 他命中得生善主 至少他不墮落善悟道 他可以往生善善道 他可以往生善善道 命中可以生到善出 但千萬搬動不動 但是千萬不要去搬動他 以便他生起誠恨心出來 誠心出來 額奪悟道去 額奪悟去 至於沐浴更衣 至於說要沐浴進身 要更衣 這些都是祝念碗在處理 不用急 等到他全身暖氣 等到他全身暖氣 我們就這個受暖氏 氏就是神氏 氏就是神氏 受暖就是全身的地水火候 這個我們講要分離的時候 身體的體溫散開以後 離開以後 暖氣消盡以後都散開了 再辦理沐浴更衣 如果他的大體僵硬 可用溫弱的毛巾 裹住他的骨結 要更衣 比較僵硬 就用溫弱毛巾 來包住他的骨結 關節的地方 那麼瞬間之間他就會軟化 現在看到很多病重病危的人 往往被他的家人 送往醫院急救 電擊 打強心針等等這些 已經要即將病終了 醫生還在幫他急救 為其檢查治療 不幸一命誤膚 驗放立即 醫院馬上就送到太平間去了 這樣想期待王者能夠上升善處 實在是障礙重重 恨然如願 這一段就剛好提到阿吉達王 提到誠心 我們都提到禮命眾說 最重要是不要讓王者病者 去誠恨 誠恨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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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